大家好我是Ari 有一個問題我真的是從小聽到大聽到很煩惱 在就學時期 每隔一段時間我的朋友都一定會問我一個問題 你到底是不是Gay啊 告訴我們嘛 我們不會告訴別人的 這是我們的小秘密 我們在心裡都 always想說 小娘不是啦 首先呢 要先搞懂一件事情就是 性侵項與性別認同 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情 性侵項呢 就非常的好理解 指的就是你想要選擇哪一性別來做 你的伴侶 也就是說你想找男朋友 還是女朋友 按理我天生就喜歡男生 所以我的性侵項是男性 有的人是兩種都喜歡 在這邊要注意的是 性侵項與性別認同 毫無任何關係 你認同指的就是 我覺得我自己應該是什麼性別 我自己當初出生的時候就是 性身裡性別是個男性 但我的性別認同是女性 所以我會不斷的 將我的外觀 趨近為女性 慢慢的改變 像是透過藥物啦 透過手刷啊 化妝接髮等等 這個過程有個專要名詞 我們稱之為 MTF 當然大多數人的 生理性別與性別認同是一致的 當然我們也不會這麼辛苦 現在看一張 非常簡單的表 我來舉幾個例子 像是如果這個人的生理性別是男生 性別認同的是男性 性侵項是女性 這樣的組合在一起就是 男男女 也就是大家所謂的直男 如果這個人的生理性別是男性 性別認同也是男性 性侵項男性 這三個組合在一起就是大家所謂的 男同性戀 反之女女女就是女同性戀 像愛莉自己本身的組合就是 男女男 我的生理性別一開始是男性 但是我的性別認同是女性 我的性侵項是男性 所以呢 這樣的組合我們有個專有名詞 叫做TS 對愛莉的偶像 泰國的寶兒以及尤勳愛 都是屬於TS喔 現在又到了全民大會考的時間了 請問 女男男的組合 是什麼呢 沒錯其實也是TS喔 TS有個簡單的公式就是 前面兩者只要是相反的 要改變自身身理性別 都可以稱之為TS 跟最後一個性傾向的選項 是男是女 都任何一點關係都沒有 至於要怎麼稱呼比較禮貌 或者是該怎麼去判斷 該如何稱呼對方 我下一集再特別分享